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对白李鸿逸这个角色并无期待 因为偶像明星演的角色自然会与高富帅挂钩 千篇一律的演技也着实让人提不起半点兴趣 但在追到13集后 我要向洛阳第一掏课道歉 白李鸿逸实打实的是神都洛阳城的一股清流 王一博与角色契合的弧度也是蛮漂亮的 至少我对这个角色算是真心的认可了 秃琳变故,质子无畏 白李鸿逸与王一博本人有许多的相似之处 他在演艺的时候也增添了几分属于自身的特色 白李二郎与马亲王比下其他的聪明人不同 他是一个纯粹的君子 钻研于自己喜爱的内容 不理世俗的纷争 成就百宫之术与神都第一掏课的名号 而他这般的性子也与家庭有关 即便父亲了解到时下的斗争以白热化 也希望将他保护起来 因此在了解父亲真正死因之后 他难过一步解 却从不害怕面对即将到来的山雨 这样的设定 让这个人物有了非常完整的成长线 从前期略有些格格不入的纯粹的小公子 到后面逐渐展露锋芒 让人更有期待 牧师之心 纯真如玉 起初 看百里红毅的人情世故 情感世界仿佛是空的一般 观众不禁疑惑这个 无情公子自闭的人是要一路走到头吗 一切在百里延离世后有了改变 对于这个设定我是认可的 因为父母是挡在死神面前的最后一堵墙 当父母走了 直面死亡 任何改变都能说得通 百里红毅拼尽全力为父报仇 他情感世界的门自此打开 细心的观众一定会发现他开始关心在乎妻娘 他开始为妻娘而担心 他想到妻娘面部表情的变化骗不了观众 也骗不了自己 此时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起初对婚事的拒绝是为了不耽误妻娘 百里家颓败后赶妻娘走是为了不委屈妻娘 他用牧师之心为伪装 却做着最最纯真的事情 懂了 就哭了 在不良景与孩子的互动算是另一种纯真的展示 他看向孩子的怜悯眼神 与孩子的约定都让百里红毅多了一份大爱 这份大爱源于对生命的尊重 对世间疾苦的怜悯 神机少年 洛阳涛克 百里红毅的脑力值 称得上神机二字 不论是看地图分析王登城的动向 还是凭借脑力推断出东川王就是公子楚 这个少年总能在关键时刻发挥着推进剧情的作用 武力不够脑力来凑 百里红毅在不良景下打斗那一段 也算是脑力高光时刻 给剧情平添了几分笑点 百里家的二郎最爱百宫 美食 洛阳成人人皆知 正如每个人在现实社会都有一份工作 这就是他的工作 他是一个把理想当工作的世家公子 这一点很符合人设 不论是羊汤 炙肉 茶汤 他的评论都极具专业性 所以洛阳风情展示任务 就全部砸在了他的头上 正好 王一博也是一个真正的洛阳小伙 剧里剧外 形成了良好的文化互动 牵动剧情的关键蝴蝶 如果要给百里红毅在《风起洛阳》中的作用定性 我能想出最好的答案就是牵动剧情的关键蝴蝶 到了十三集几乎成为指哪打哪 他承担了对整个剧情的推动 是风起洛阳每一个关键线索的发现者 做出的决定暗示剧情发展的走向 一个成长型的男主 就这样从第一集开始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作为观众 我们跟随王一博的演绎 看到了一个角色不停地饱满充实成长的过程 未来在三人组中 百里红毅还将发挥着关键的作用 而他与七娘的感情线也是众多观众所期待的 我喜欢一个有成长性的角色 所以我很喜欢这个 《风起洛阳》中的百里红毅角色 王一博的演绎把握得也挺好 有细水长流沁入心田的感觉 这个角色我感觉并不好演 泰科般的演技乍看一下没有问题 但难以续航难以入心 现在真是多一分就过了 少一分则不足 整体而言 《风起洛阳》 这部剧是超出预期了 《风起洛阳》中的百里红毅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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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起洛阳》中的百里红毅角色